那么继续我们就要来听听了 现在美国跟英国还有澳洲 打算要共同发展极因素的武器 剑指中国大陆吗 我们继续就要来听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的专业解析 针对美国 英国以及澳洲共同宣布 而且建立了国防合作计划 也就是大家所称的AUKUS 它特别现在要针对 所谓发展极因素飞弹 以及反极因素飞弹 以及电子战战略继续再做努力 我们认为这些极因素的飞弹 最主要激起AUKUS这三方对此的兴趣 就是因为传闻 中国大陆正在执行极因素的飞弹的测试 所以在发展这个项目之后 他们也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极因素飞弹 但是极因素飞弹究竟能不能符合 他们的整个的作战的目的 以及符不符合他们任务的需求 我认为这具有讨论的空间 但是所有武器系统军备体系的发展 都是攻防一体 所以你要发展极因素的飞弹 你要发展反极因素的飞弹 都必须同时来进行 你必须要建立极因素的能量 再从极因素的能量 再想到如何反之之道 所以这些的努力其实是针对的中国大陆发展 至于AUKUS的美国 英国以及澳洲这三方 为何要致力于追求极因素飞弹 以及反极因素飞弹 我想这其中不免有区域稳定安全的算计 但是把它全然去解释的 对着北京所发展的极因素飞弹计划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 才能去证明其中的关联性 航幕来关心是美国国防部 在美东时间4月5号 宣布最新一波对台军售 将派遣技术专业的人员 到台湾提供爱国者防御系统 相关设备 以及后勤支援等专业技术的援助 预计总额是9500万美元 这次的军售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第三度的对台军售案 和2月份总额达到1亿美元的军售案 不同的是 2月军售主要是爱国者 飞弹工程勤务 以及飞弹效能 检测计划和设备的服务 而这一回是派遣专业的技术人员 到台湾提供更专业的技术 商业期间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